好 暑假快要到了 很多的年輕人都會喜歡和朋友 去參加很多的party 不過做父母的往往很擔心 孩子會不會在外面遇到什麼問題呢 而東森新聞和鄧宏律師 合作製作鄧宏說法單元 將要跟觀眾來解釋 哪些場合是青少年 最容易觸法的地方 就在東森 進行鎖定東森美洲新聞 鄧宏說法系列報導 Party的話有好幾種 一種的話叫Rate Party 很多時候的話在南加州很多地方 在芳野的地方 在Riverside Big Bear 這些地方他們有音樂會 在音樂會裡面的話 他們往往很多人吸喝酒抽大麻 另外一種的話叫Home Party Home Party裡面的話 在家裡面幾個朋友一起去開Party 以後的話很多這種 在網上的時候我們某某開Party 以後他們就叫Party Crashing 以後不輸之客 你沒有邀請了 大家就衝過去一起Have Fun 第三種的話是Clubbing Clubbing的話在Chartown 在Korea Town 就是這帶地方 好萊塢的話 他們有很多這種Clubbing Clubbing的話大家的話 喝酒 聽音樂這樣 但是的話這幾三類的話 都會有很大的遠藏問題 最重要的話很多Party 他們是有人會在裡面的話 出售大麻 吃藥偷碗抽大麻 這一類的話當然的話 現在還有迷犯藥 GHB 這種的話就是也叫迷奸藥 很多年輕人的話喝了酒之後的話 後來實施直覺 尤其是女生的時候可能會被性稱 這一類案子的話三毛的時候 要非常注意 在加州刑法裡面的話 任何一個小孩子 不管是18歲還是21歲 他們都不能夠碰酒 當然更不能吸毒 在吸毒裡面的話 它如果是under influence 吸毒了 或者是possession 也請觀眾鎖定收看